如果提及喜洋洋中讽刺现实的剧情 很多小伙伴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框出胜利中的片段 在第五十六集中 紫太郎含泪说出了他拼命想要获得冠军的原因 因为上一届篮球运动中 绿太郎因为一分之差与冠军插肩 引起了台下球迷的疯狂吐槽 他们中的很多人都遵循一个结论 那就是只看最后的节目 他们不管你平时训练多么辛苦 也不在乎你一步步进入决赛的压力 更不会关心你的身体状况 在他们眼中输了就是输了 尽管上届狼队获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 但是那些所谓的键盘侠们 还是对他进行了无休止的谩骂攻击以及羞辱 尤其是这一个片段 这个人拿着电脑在那敲键盘 周围环境的脏乱再加上漫天飞舞的苍蝇 不就反映了那些在生活中不如意 跑到网络上发泄的键盘侠吗 第二段小羊们与世心队的战斗 在这场比赛中小羊们面对的主要敌人不是对手 大部分是来自台下观众的压力 那些无形的嘲笑变成控住他们的家属 妨碍着他们一次一次的进攻 就算是被对手伤到 也会被台下的粉丝说出这是假帅 这不可能 肯定是假帅 当你没能投中篮筐 台下的粉丝不止没能说出鼓励的话 反而还是一直嘲讽你 让你失去信心 错失得分的机会 还有接下来兔可爱的片段 在可爱的外表下 只要忏悔就能得到那些所谓圣武人的原谅 当他们做出很明显的犯规行为后 不只是一点惩罚都没有 支持他的人还千方百计地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来游游 你走不为力了 不反思兔可爱这边的问题 反而一直在找小羊的马 小伙伴们 如果你是台下的粉丝 面对这种情况你们会怎么做呢 加油 小伙伴们 加油